我的阳台有两棵发财树 一棵叶子黄了 另一棵也黄了 你就是当代周树人 别拼了 这都死了多少棵发财树了 咱俩看来也命不就已 就不能再抢救一下 难道我命中注定不能发财 谁叫你乱浇水的 我们发财树对于水分非常敏感 黄叶烂死基本就是因为浇水不当 你看我都泡在水里了 它却干得快断气了 浇水还有这么多讲究 市面上的发财树都是砍根后千叉培育的 根系弱吸水能力也不强 所以浇水过多就会导致烂根 过少又会导致干枯 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吗 幻想不 大耗子还不好吗 砍根后底部会有大面积伤口 大盆通透性差很容易感染病菌 花用小盆不仅通透性好 还更容易掌握浇水的分量 这个番茄有点东西啊 居然有六片叶子啊 那个番茄不能买 难道它有毒 你看我们都只有五叶 就它一个六叶 说不定就是打了什么激素 那可真不能吃了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情 在生长过程中 我吸收了更多养分和水分 所以才多长了一片叶子 因为我的味道更好 营养更高 至于你污蔑我的话 不说是真知灼见吧 至少也说得上是 互说八道了 原来你才是宝贝啊 你这葱种了这么久 怎么又稀又小啊 不知道呀 你这是肥了没 我不敢乱是肥 这些盆栽焦贵得很 动不动就烧根烂苗的 我给你个好东西 桃米水 没错 桃米水中含有丰富的蛋 磷和多种微量元素 是很适合这些小盆栽的营养水 哎呀 以前都倒掉了 这就试试 等等 要记住 桃米水只要密封好 发酵个十几天 才能成为腐术的肥料 浇的时候 对水稀释一下就可以了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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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er 发酵后的桃米水 有营养 但不高 太适合这些盆栽植物了 嘿嘿嘿嘿 今天搁点韭菜 炒蛋吃 我长好了 不等于你可以搁了 你搁这儿和我玩不等事呢 韭菜的命也是命 反正还会长的 那以后的韭菜 就会长得越来越细 越来越短 越来越黄了 还有这说法 如果搁太勤 不仅会影响我对土壤养分的吸收 还会影响到我的分裂 不利于叶芽的生长 那怎么搁才能实现 韭菜自由呢 上半年收割三到四次 下半年两到三次为家 且不要在三福天和入冬后收割 看来今天又没口福了 呦 这不是绿罗吗 几天不见 这么黄了 就知道说风凉话 还不快想想办法 看我药到病除 不是啊 还真是药啊 这人吃的 绿罗也能吃吗 阿斯匹林中含有水洋酸 它具有抗菌 抗针菌和防腐的作用 能有效防止病虫害的发生 特别是对治疗绿罗黄液 效果明显 来吧 两药苦口 反正也就是一口 说你虎你还真虎 居然打算直接吃啊 浓度过高 会导致药害的 需要稀释后才可喷洒 你急急急 你就不能快点吗 你是急急国王吗 如果不均匀地 喷洒到叶子的正反面 药物就不能充分 渗透到你的体内 到时候才有你急的 买的线烤红薯真香 让人想起童年 耐毒性点满了吗 就知道吃 咋的啊 现在吃个红薯 还要点毒炕了 瞧见没 这么大块黑色 吃了怕不是要去直面天命了 判考过的吗 带点黑朵正常 这是黑斑 有毒 判考后已经很难看出来了 不是 你真有毒啊 红薯表面出现黑色 或褐色斑点 一般就代表了 它感染了黑斑病菌 黑斑病菌中 还有甘薯酮 甘薯酮醇等毒素 其生物活性 不能被转 军 脑 扎等方法破坏 一点点都不行 轻则恶心 嘔吐 腹泻 重则高烧 口痛 吐血 不是吧 我的小千千啊 黑斑伤犯真是可恶 大哥 我们要被洗干净吃掉了 就这点醋 害我莫名其来笑了一下 此话怎讲 醋只能起到杀菌的作用 但我们体内有这么多的虫卵和脏东西 它杀得完吗 喂 我听到咯 嘿嘿嘿 不好意思 就是说给你听的 你敢吃吗 全是虫哦 嘿嘿嘿 你们等着 我这就去去农百科 查下怎么处理你们 嘿嘿 这不是有手就行 食盐可以杀菌 面粉具有极强的吸附能力 能把杂质吸出来 两者搭配 就能把隐藏的虫卵和脏东西全部洗干净 我抓着抓 十分钟后看看 多亏了你们提醒我 你们还怪好嘞 你竟然叫儿菜 你老妈是谁啊 多冒昧啊 你咋不问我老爸是谁呢 嘿嘿 那你为啥叫儿菜呀 我是芥菜的一个变种 因为我金肝上会长几十个牙包 这些牙包看着就像金肝上的一个个菜的孩子 而那些恐怖之力员特别爱吃这些牙包 所以叫我们儿菜 潮生菜 独子菜等等 伟大的名字 你在感动什么呗 那你有什么出圈的名字吗 出圈 让我想想 弗林榨菜算吗 你是裴林榨菜 嘿嘿嘿嘿 搞个凉拌木耳吃吃吧 饿得嘞 等等 你这木耳泡了多久哦 好像泡了两天吧 得 已经不能吃了 这木耳好好的 怎么就不能吃了 木耳泡发时间太久 容易产生一种叫 咽毒甲丹包菌 也叫干烧菌的病菌 它产生的米酵菌酸 容易导致内脏功能衰竭 是一种非常厉害的毒素 在高温下都没法去除 你觉得你这东西还能吃吗 啊 这名字就挺吓人的 所以这种泡发的食物 不要泡太久 以后得注意啊 嘿嘿嘿嘿 兄弟 你也来晒太阳啊 多晒太阳长得好 诺诺 咱俩落个五块钱的 不是 哥们 咋还动上手呢 我是在为你惊慌挡语啊 我的小花花 怎么我的花也掉了 气死我了 你还我小花花 诶 你俩咋缠在一起了 腾条不要交叉 每条都能享受到光躁空风 这样花才开得稳 家才结得好 诶 看来只能以后再老了 兄弟 我是单身斗角 请勿打扰 你有病吗 大夏天的 专门把我移到太阳底下 想要茉莉香 多晒太阳光 这么热的甜 你也狠得下心 我这可是为你好 你是喜光之物 多晒晒太阳 不仅能长势旺盛 花朵增多 还能免受到病虫害的侵扰 你听听 这是人能生出来的花 怎么又要浇水 昨晚不是才浇过吗 夏天水分蒸发快 早晚都要浇一次水 你看你的盆土都半干了 你也不想因为缺水而渴死吧 喝不动 真的喝不动了 喝不动也给我喝 好了 盆底深水就代表浇透了 咱们晚上再见 猛手的心事真的很 我也是真的开得香 算了 这次就原谅你了 这花怎么粘了 看来得浇点水了 你这水放过吗 你当这是酒呢 越放越香是吧 家庭养花 一般都用自来水 自来水在处理过程中 为了抑制微生物 细菌和草类的繁殖 通常会加入绿进行消毒 而大部分的花都偏爱酸性土壤 因此最好把自来水放置两三天后 让其中的绿挥发掉后 再用来浇花 放两到三天就好了 那也不够酸啊 还可以加入橘子皮 橙子皮 柠檬等酸性水果皮 用清水泡一至两天就好 下次高低给你整点醋 这木耳菜的受众人群到底是谁呀 和吃大鼻涕一样 我爱吃你别重了 干嘛骂我 上面给的都是高营养的蔬菜种子 我也没想到有你呀 我看了看 它确实是高营养蔬菜 钙含量是菠菜的三倍 维C含量是黄瓜的四倍 不仅如此 我还有天然玻尿酸之称 种子还被作为胭脂和染色剂 可你真的好难吃啊 哼 爱吃不吃 据悉 空间站种植园区植物莫名消失 本台持续报道中 兽哥 你觉得是怎么回事啊 宇宙圈的事 我们别掺和 嘿嘿嘿 兄弟 你看我熟了吗 如少 等颜色变成深再说吧 那你给我让点位置 让我翻个身 哇 好臭 你连豆腥味都没洗掉 还敢说自己熟了 不甘不敬 吃了没病 一点豆腥味 吃不死人的 谁说的 豆腥味来自我们体内的造物 造假干灯 灯有毒物质 只有用高温 完全把味道洗掉 它会去除干净 颜色变深 没有肚腥味 豆侠变软 这锅四季豆应该是熟了 好臣 好臣